安~~ 路哈的喬咪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九點的話呢 是我們的觀眾投稿時間 大家如果喜歡觀眾投稿時間的話呢 千萬不要錯過晚上九點的影片囉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就來先打一下 魚座片的不時關鍋關卡入侵 來看一下 基本上有遇到就趕快打一打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一些新的生物 哇 居然是 居然是第二關耶 居然是第二關的火星 OK 那你滅花出去角色也是十隻喔 那上次第一關地球差很被那個給打爆 所以也不能掉以輕心啦 就是因為我們要出的東西 不能出太多那種就是 比較麻煩的那種就是 小敵人喔 應該要出一些就是比較厲害 能夠進化的東西喔 那我們就來火星看一下 裡面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次我們有帶上那個 進化熊熊啦 進化熊熊應該是不錯的喔 看一下看一下 來 火星 基本上是地圖的第二關卡 所以應該難度也不會說太高 但是 初級橋件限制真的是會害我們有點 有點難搞就是喔 這個要 自己再注意一下喔 好 那這邊的話 哇 還有那個耶 這關還有加上那個 異星有星星的小敵人喔 那就比較麻煩了 上次地球好像就有遇到那個什麼 就有遇到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水屯軍 然後就 就被他嚇死 被他嚇死 沒關係 那我們這次看一下 會不會遇到什麼 這次好像不會遇到什麼 但是 這跟小人比賽 回塔的速度是不是 完蛋了 我們沒有一隻東西死掉 哇 完了 這就是 這就是 簡單關卡的 這就是簡單關卡的威力嗎 哇 被初級橋件搞死了耶 這個太神了 這個太神了 被初級橋件搞死了各位 這個真的很神 好不好 這個不能再這樣了 除了一隻盾牌 好不好 有初級橋件十隻 所以我們就盡量減少一些 比較不必要的一些輸出 好不好 就先這樣子 我們先派兩隻嘛 好不好 不要一直派太多隻 我們就一直派兩隻 這樣總可以了吧 總可以了吧各位 我們先不要派太多隻 哇 居然還有這招 我們直接被搞爛耶 笑死 居然被搞爛了 好 這樣可以了吧 熊熊 熊熊的大手掌 就單派這隻熊好了 好不好 我覺得再派更多東西 真的會蠻可怕的 喔 可以 看起來是ok的喔 派個美女神開設 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不能太多 不能太多 夭壽咧 我第一次 覺得就是 小關卡也是蠻恐怖的耶 你知道嗎 這真的還蠻恐怖的耶 你必須就是那個 必須控制一下自己的那個 這好好笑喔 這真的蠻好笑的 太神了 來 我們還有留 我們還有留 不怕不怕 不怕不怕 居然會輸耶 好好笑喔 這出一條件真的會搞死人喔 好險 贏了好不好 哇 好恐怖好恐怖 趕快回去那個 傳說關卡區 這蠻好玩的喔 真的是蠻好玩的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今天剩下的時間 我們就來打一下 我們的這個 1X關卡 上次打到我們這個貓咪們渡海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貓咪們渡海的這個 1X初級 你究竟能不能打出好成績 稀有跟1X 之前都是用這個啦 就是 假面軍團 好不好 今天一樣用假面軍團來打一波看看 假面軍團 來 然後還有我們的跳跳 太好笑了 真的耶 我一直都是 不會就是 很去注意就是那個 前面小關卡的東西 結果沒講到前面小關卡的不死生物 很猛耶 加在那個初級條件 所以專地版果然是一個很討厭的東西啊各位 這關居然有死以獸喔 這樣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破洞了假面 破洞了假面 應該是完全沒問題 來來來 這三階這個假面真的很強啊 直接叫他假面了 這個 三階的這個仙人伯伯很厲害 魯莽出航沒問題 我覺得用我們這個 古代一族啊 好像應該就可以清蠻多這個 清蠻多這個敵人的喔 來來來 弄起來弄起來 再來繼續我們這個 古代仙人 搬海報桑下去 繼續繼續 看前面這個 EXC有關卡 真的用 仙人們應該就可以直接 全部突破了喔 感覺啦 前面的前期關卡 到真傳奇應該就不行了 水水水 刷起來 廣闊海洋也是沒有問題 還行吧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人與海灣 火星真的嚇死人喔 所以像那種有初級條件的關卡的話 就是不要一次就是狂出 上次最近在看大家留言的時候 大家還說 不是說有初級條件限制嗎 還瘋狂出盾牌 對 沒錯 哲平就是 沒辦法用大腦控制手的人 大腦說 不要再出啦 然後手說你吃死這樣子 他不讓你彎過去 所以哲平後來才沒有玩 極速領域的關係 好 沒問題 人與海灣 直接弄起來 OK 然後再來是這個 混沌戲湖 前期真的看起來交給這個 土著一族這真的完全沒問題喔 老伯伯 下次應該再把那個 狼女也帶上來 這樣就一家人全都到齊了好不好 一家人來勇闖一下這個 傳奇關卡 這隻啦 2400的這個貓咪先人第三階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喔 完了 完蛋了 啊 沒有能打 彗星一級的遺差 沒帶 還是我們這邊有帶 我不知道耶 應該是沒帶啦 應該是沒帶 哇 那個鋼鐵河馬要打很久了喔 鋼鐵河馬要打很久了喔 弄死弄死 好 2400 打爆這些鵝 鋼鐵噴噴也是蠻厲害的耶 說真的 好 那這邊要小心一點點耶 有哪些遺差是可以打那個啦 我覺得應該要換下來 要把一些能夠打彗星一級的遺差給他換上來 我看一下喔 遺差稀有 然後 這個 彗星一級的 萌萌貓子啊 好 欸 白癡 有肉骨獸可以用嘛 好啦 把這個 把那個用下來 有肉骨獸就帶肉骨獸就好了 講那麽多 白癡 我還想說 完蛋 EX跟C有沒有什麽 沒有什麽那個 爆擊會心一貓貓可以用 欸0 欸好險 我們的會心一 我們的會心一哥 肉骨獸還在 好不好 那就不用擔心了好不好 好險 我想說如果之後碰到那個 紙墊河馬怎麽辦 嘿 沒什麽辦 肉骨獸幫你解圍 好不好 肉骨獸太厲害了 彗星一級肉骨獸 這個貓咪仙人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的CC時間很快啊 生產成本又低 喔 紅色犀牛大部隊喔 全部都是一拖拉股紅色犀牛 沒關係沒關係 扛住扛住扛住 面具一家 登場 貓爬海盜 下去 然後再來下一關是 矛盾漁場喔 一開始我記得就是 最初的那個傳奇關卡 都超級無敵多關的 他不像是後面那個 真傳奇就是關卡數會比較少 我記得好像都差不多 八關起跳還是六關起跳吧 就是一開始的傳奇 看一下這關有什麽 他直接派出我們的這個 兩千四百土豬 西獸老師出來了 直接被我們肉骨獸打爛 好不好 再來是我們的 海藻島 看一下海藻島 海藻島會發生什麽事情 然後這邊還有黑色小敵人 繼續出兩千四的這個土豬仙人 啊 有熊來了 剛剛死獸都攔不住我們了 你熊過來 攔得住我們嗎 下去吧你 再見吧你 喔兩隻 喔三隻熊 不愧是傳奇關卡 但是海藻島 我們這邊波動再加上烈波 直接把牠們給打飛 沒問題 還有 下一關是海水很閒 這一關有可能是最後一關了喔 有可能 海水很閒我們來看一下 這關是樹懶 居然是樹懶嗎 待會一樣也要出那個 兩千四的那個土豬 兩千四土豬出擊 好 喔喔喔喔 你看 那武獸這個一直瘋狂暴擊敲頭 這真的很有料耶 哈哈 瘋狂暴擊敲頭 厲害了吧 ㄉㄧㄧㄧㄠ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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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吐住 喔打贏了 這關應該是最後一關了 海水很閒 出來的是我們的樹懶 沒問題 這邊的話交給我們面具部隊是真的很ok啦 這邊有1 2 3 4 5 6 7 8 果然是8關喔 那今天的話呢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不死生物那個關卡 尤其是大家真的是不能太小看前面的小關卡 因為我剛剛就是太小看火星了 我想說那個火星應該就很簡單 結果0 好不好 沒那麼簡單 好不好 恐怖到了極點 所以大家自己要小心 哈哈哈哈 自己要小心啦好不好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 老子瓶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